Hello,大家好,我是CN 是不是你也在用Faircloud爬网页的时候 却总是会遇到403 Forbidden 别担心,今天这集我将带你解锁 终极灭记,100%提高Faircloud的成功率 要理解如何解决403错误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爬虫的本质 所有爬虫最终都在做同一件事 发送HTTP请求,获取网页的HTML内容 简单来说,爬虫就像是自动化的浏览器 用代码模拟真实用户浏览网页的行为 当我们使用Faircloud等工具时 本质上是在向目标网站发送请求 希望获取网页内容 而这些请求的成功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请求的身份信息 是否被网站接受 每次发送请求后 服务器都会返回一个响应 这个响应中包含一个状态码 告诉我们请求的结果 理解这些状态码对于解决爬虫问题至关重要 因为它们就像是服务器给我们诊断报告 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这些就是常见的HTTP状态码 通过这些状态码 我们抓爆书艇的时候就有迹可询了 比如状态码是500的话 就是对面服务器出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 今天我们主要来解决使用FairCloud时最常见的403问题 什么是403错误呢 403错误本质上市网站在告诉我们 我知道你是谁 但你没有权限访问这个资源 与404.not found不同 403是网站识别到了你的请求 但主动拒绝了你 为什么会被拒绝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网站检测到你的user agent像机器人 请求中没有cookie被识别为非正常用户 你的IP地址被限制了 访问频率过高 触发了反扒装机制 解决403问题的核心就是 让FairCloud看起来更像真实用户的浏览器请求 那么问题来了 网站是如何区分真实用户和拔除了呢 答案就在http请求的头部信息中 每次我们访问的网页 浏览器都会发送一系列身份信息 这些信息被称为http头部或hider 网站通过分析这些hider来判断请求是否可疑 当你用浏览器访问一个网页 或者用代码发起http请求时 你其实在说 嘿 服务器你好 我想访问你的某个页面 这是我的身份证 请求内容及地址 http请求头 hider是附加在请求前面的原数据 用来告诉服务器这些内容 我是谁 我从哪来 我有没有登录 我的语言偏好 我能接受的数据类型 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构成了服务器 判断请求是否来自真实用户的依据 如果这些信息看起来不像真实用户 或者存在异常 网站可能会直接拒绝请求返回403错误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如何从group流带器中找到hider信息 这将是解决403问题的关键一步 首先我们来到需要爬去的网页 这是Anthropic的一篇 Building Effective Agents 一篇关于构建agent的文章 这篇文章内容非常好 所以我想用faircloud来爬去 然后再转化成macdang格式 接下来我就从我的浏览器中 来找一下http请求时提交hider的信息 我们点击鼠标右键 然后找到最下面检查 点开之后 我们从上标签 找到这里的network 然后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们点击reload page reload完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http状态码 就是200 说明请求成功 我们点开最上面这个 在headers这个标签下面 我们往下看 我们找到这里的request headers 然后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比如这里的accept language 就是关于语言的偏好设置 然后是cookie 这里就是我互联网上冲用的身份识别码 然后最重要的是最下面这里 user agent 我们看一下它的值 在右边是五湖 然后这里应该是我的操作系统 然后这个不知道调阔 然后是chrome135和safari 我们现在只需要记住这里user agent 这个key和它的value就可以了 接下来回到defi 在这里我们来创建一个空白应用 403 error 创建 好的 在这里我创建一个工具节点 faircloud 抓取单页面 我们只需要测试一个节点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的url这里 我们填写 这个url 这里贴过的格式 我们选择markdown 请抓取主要内容 选择true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是否能成功抓取该网页的内容 测试该节点 我们看到这里 发生了403错误 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添加hider信息的办法 看是否能成功抓取该内容 我们看到这里 请抽头 就是http request的hider信息 在这里我们就来添加刚刚的user agent 在这里我先输入好user agent 然后在后面 我去复制这边的值 好的 回来之后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还是403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添加一个referral的信息 试试 看可不可以 这里的意思是 我是从谷歌调转到这个网页的 我们就来再测试一下 还是不行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各种排列组合 比如在这里 我把钱的内容去掉 只留下chrome135 现在再来试一下 好的 这一次我们好像抓取到了信息 直接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http的状态码 200说明http请求成功 然后上面这一大段的长文 应该就是markdown格式的抓取内容 是不是非常好呢 所以我们回到faircloud的设置页面 在这里 这可能是最简洁的一个设置 如果135不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数字设置成114或者136 这些都是我之前设置后成功 排取到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同样 排取到了 114 135 136 这些都是浏览器groom的版本号 这些都不管用的话 换其他的再试就好了 虽然在前面说过 又让faircloud的行为 看起来更像是真实用户的浏览器请求 但我们刚刚填写真实的信息 却不行 也可能是缺少信息 但只填chrome的信息 却可以 所以说 有时候啊 这里请求多多信息 有点玄学啊 大家需要跟你自己的情况 不停的排列组合 直到最终 抓取到网页内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西音 我们下期再见